喝酒不要上路总是会酿出悲剧 这是一再呼吁的事情 却总是有人要明知故犯 先来看到这个案例 是在高雄有一名科系男骑士 他酒驾行进前京区中华新田路口 疑似见到红灯刹车不及打滑自摔 还撞到了两名非常倒霉的行人 行人也受伤了 包括他自己也累惨受伤 不过所幸三个人并没有大碍 另外一起一样是发生在高雄的酒驾意外 有一名黄姓女子 她临晨行进建国一路跟五庙路口时 边骑车边滑手机被警方拦下来 她看到远警的时候还泪流满面 远警还安慰她 一查发现她竟然身上背有两条通缉案 原来是个通缉犯 而且她身上还有浓浓的酒味 一查果然是酒驾 机车速度不慢来到路口处 发现红灯已经来不及 直接像打保龄球一般撞上两名行人 这么一撞 岂是连人带车喷飞滑行好几公尺远 才停了下来 警消货报后 表情痛苦躺在地上 一行人赶紧替她包扎 但过程浓浓酒味不断飘出来 过程数值超标 看到她全身上只好先送医就治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高雄中华新田路口 幸好被撞的路人没有生命危险 而在丽雅区建国一路五庙路口 警方也同样查获酒驾 同气犯 女子边骑车边划手机 还有多项违规糟 揽下盘查 你在哭喔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还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医院 远警发现女子情绪不稳 频频安慰 更询问是否哪里不舒服 你通的也知道 人被通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查询身份之后发现 二十五岁的骑士 竟是同气犯 而且靠近一文 不是喝酒 喝一点点 超重的 全身散发酒味 赶紧将她逮捕归案 本案以公共危险 还有两个通气身份 分别送台中高雄地方法院侦办 根据统计 高雄一到十月的酒驾案件 就有七千五百二十六件 随着疫情解封案件数还攀升 九月有八百九十五件 十月有七百零六件 还是要提醒一下民众 九后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驾车上路 发生新闻 林安玉石副杰 高雄报道